大家好 我是學長 歡迎來到一影派90面好 今天想要跟大家聊一聊 微調溫度對風味的影響 為什麼呢 因為其實大家在做精品咖啡的過程之中 這個學習過程還是比較長的 那大家在沖煮的過程之中 可能偶爾還是會碰到一些咖啡豆 它的表現上面 譬如不如你的預期 但是你手法又還不夠熟練 或是說你還不夠有系統性的方式 做修正的情況之下 我們如何利用溫度的調整 去讓風味往你比較喜歡的方向前進 那原則上溫度的調整 其實對於整體萃取率的影響都很大 那我們今天假設呢 大家剛第一次沖煮的時候 溫度都是90度 那如果你今天覺得 咖啡的酸味稍微強了一點 你不希望這麼酸 希望能夠口感甜一點點 或是不要讓果酸那麼刺激的話 實際上呢 那你可以調高你的初食水溫 從90度到93度 甚至到95度 那如果你今天喝的咖啡 覺得苦雜會比較重 或覺得酸度不足 或是口感過分重的情況之下 你也可以略為調整你的溫度 從90度可能到88度 或是到86度都沒有關係 那正常來說呢 85度到95度這個range 其實都是手沖咖啡非常適合的溫度 所以大家也不要覺得很緊張說 能不能調整溫度 那剛剛所說的調整溫度的方式呢 那其實可以滿立即的讓你的咖啡 有顯著的差異性 那學長還是要提醒大家 這個手法本身呢 是為了讓大家能夠避免一直沖出 你不喜歡的味道有點討厭嘛 追本溯源 所以還是希望大家能夠 多多的去充實手沖的一些基本觀念 光是用水溫去調整風味 它能夠達成的效力 還是比較有限的 它有很多包括研磨度啊 給水的大小啊 還有充足的狀態等等 都會影響到你的手沖 好那就是今天學長對於 調整溫度跟風味 調整一些關聯性的學不對囉 那如果各位有任何問題的話呢 歡迎在下留言 或是大家對於水溫有什麼想要了解的話呢 你可以跟學長來討論齁 那我們今天190秒就說到這邊為止 謝謝大家 掰掰